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论件墨干山 令全国青年经济学者集体发声 他们连续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使中国农村改革路线图更加清晰 听十二位亲历者娓娓道来 讲述那些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九号院往事 在北京中南海西侧直线距离近几百米的西皇城跟南街上 有一座略显神秘的院落 引起门牌号码为西皇城跟南街九号 故被称为九号院 我们很难想象 这个如今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院落 曾经在近四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中国改革之初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里诞生了著名的75号文件和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第一次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确立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路线图 当年的九号院风云际会人才济济 在这里年轻人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 九号院甚至成为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八十年代的标志 那么九号院是一个怎样的神秘之地 谁又是他的掌门人呢 在北京西皇城跟南街 有一座神秘的院落 它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九号院 九号院紧闭的大门右侧是清代李王府的石牌 石牌上标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 除了门牌号 大院没有任何其他标识 史料记载 明代这里是崇祯皇帝的外妻周葵的私宅 满清入关后 此地被皇帝赐予清出八大铁帽子王之首的戴上 建成了号称京城王府之罪的李王府 老北京有据民宴 李王的房 玉王的墙 形容李亲王府的房多 玉亲王府的墙高 李王府当时也是参政议政的一个地方 各种军机大臣都更集聚在李王府 新中国成立以后 九号院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它发挥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九号院所在的西皇城根街南端 为北京最宽的胡同临近胡同 北端为西安门大街 这座高墙环绕的大院 距离中南海的红墙也紧隔了两条街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九号院成了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办公地 两年后这里又立起了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 此后七年 九号院就成了农严市的代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公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在北京举行 全会决定 全港公司的着陆点 应该从1979年 转移到社会物理区在华街上来 1979年春节刚过 新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 来到九号院走马上任 这一年他66岁 那么杜润生和一般的老干部 不一样的地方 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他是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的 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古杨益村 一个破产富农家庭 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实习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翻开杜润生的履历表 他的一生臣服都和土地和农民密不可分 1947年 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 领导所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 1949年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 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他当年写这个土改三步走 就受到毛主席的赞扬 后来这个邓子辉被批为小脚女人 陈不达就说 这个邓子辉身边有一个摇羽毛扇的 起了更坏作用的 这个人就叫杜润生 主席说我对杜润生印象不错呀 所以后来到中南海请杜润生去谈话了 1955年 杜润生被化为右侵分子 跌入政治生涯谷底 这次重回农口是他23年后的首次付出 杜润生后来在他的一本书中这样回忆道 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 我想可能是毛史氏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 纠正过去做的东西 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润仲 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 相处关系较好 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 敢于替农民讲话 敢于替农民讲话的杜润生 上任前就关注到了 安徽省凤阳小港村农民的惊天之局 78年年底 他们签这个生死合同 坚决要搞大包干 如果我们要被抓了 没抓的人要负责给我们这些 抓了的人家里头 要帮工 要包括生活的基本保证 为了蒸口饱饭吃 凤阳县小港村18个农民 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了血红的指引 分田到户 搞包干 那一年的秋天小港村喜货丰收 二十年来 一直依靠国家救济粮的小港村 第一次为国家上缴鱼粮 小港村的成功 让杜润生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必然趋势 包产到户这个事物是从五六年 合作化之后就反反复复不断出现的一个事物 不是说的它就本身就是一个崭新的事物 它是农民自救的一个方式 一事就零 这种农民自救的方式深深打动了杜润生 1979年3月12日 刚刚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杜润生 主持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 这也是杜润生上任的第一把火 会议就要不要包产到户发生了激烈争论 面对会议上激烈的争论 杜润生意识到包产到户的阻力巨大 要推动农村改革越过守旧势力的高墙 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于是杜润生点起了他上任后的第二把火 那就是严懒人才 让更多支持改革的青年才俊 加入到九五号院里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局面 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 一边是千军万马 渴望着吃饱肚子 分田到户搞包干的农民 另一边是有些人则希望坚持集体经济 不要晚节不保 杜润生明白 要想改革成功 首先要壮大改革者队伍 寻找新生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年轻负部级干部 在他看来 杜润生当年就像一面象征改革与进步的旗帜 吸引了一大批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 汇集到九号院 这座他们心目中的圣殿 因为当时的亮点是那里汇集了一大批 非体制内的年轻人 就老到那去汇报工作去 1982年农委撤销 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主任都是杜润生 这一年恰逢恢复高考后的 第一届大学生毕业 多来让我从大学毕业生 迎接大学毕业生 包括社会上 也吸纳了一批年轻人 这一年 陈希文 杜英 周期仁 谢阳 赵树凯等一批大学毕业生 正式编入九号院 在杜润这个大旗下 无论体制内体制外 我们体制内一大批 我王岐山带着他们 那个体制外的发展组 也归拢在这个大旗下 包括外放的刘元 刘二齐的儿子跑到河南新乡 是副县党吧 习近平到河北政定当副书记 杜润生相当重视 一个是定期的给他们寄文件寄材料 让他们了解 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吧 但你要了解整个国家中央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 寄材料 第二呢 讨论研究中央文件 出台准备 出台中央文件 每年不要出来都把他们请回来 这一年春节刚过 刚回农岩市上班的工作人员 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 到会议室一看 是习近平 刘元 万吉菲等人 杜润生把他们 聘为了九号院的特约研究员 因为他们在一线工作 他们最了解实际情况 那么这些政策的制定 具体的条款上 哪些是符合实际 哪些不符合实际 也要听取他们 所以这些人也都 在杜润面前都是以学生自举的 杜润生不仅爱惜人才 更加善用人才 他聘请的这些特约研究员 大多来自一线 他们了解基层的实际状况 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 敢讲真话 杜润生还经常创造各种机会 让年轻人直接去中南海 面对面 向中央领导汇报想法和意见 这样的下情上达 既是一种创新 也有着很好的效果 杜主任 他说沐生啊 我是通过你们和上面打交道 说我经常让你们去投石问路 跟上面对话的时候 你们说错了没关系 上面的领导也不责备你们 是吧 你们甚至可以和上面的领导辩 我们就不行 杜润生和九号院的年轻人说 我们这帮老家伙就要通过你们这帮小家伙 投石问路 摸清思路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可行的东西 向中央汇报变成他们的决策 这些说法和做法都体现了 这位九号院掌门人高潮的政治智慧 杜润是个大智慧 你想 在解决农村包产倒户 遇到的意识形态的障碍 政治正确上的障碍 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帽子很重了 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个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帽子也很重 他居然能找出一个说法 来统一大家思考 找到一个指点 责任指 看似简单的三个字 却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 没有人再为责任制姓赦还是姓资而争辩了 因此万里说 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 运生远起来一说 大家就同意了 在一次讨论包产盗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 因分歧太大 会议无法继续 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盗户的话题 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事到最后 竟然扭转乾坤 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 肯定包产盗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有人说杜润生的高明之处 就在与他从不与对手针锋相对 但总能绕过矛盾达成共识 杜润的方法很多 但是核心就得了 第一条用一个中性的名词来统一大家的认识 第二个可以可以也可以 应敌之一 你可以搞积极风策 也可以搞包产盗户 也可以包干道户 也可以分田道主 总之应敌之一 一下子化解了所有的问题 人们说 只有杜润生想得出 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 不止决策层达成了共识 文件发下去 农民也都看懂了 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 于是兴高采烈的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好 结束了 不过 是 当年九号院的年轻人 如今都已分别走上了国家管理者 学者 企业家等不同岗位 对于这些从九号院走出的人 杜润生称其为农村改革团队 2002年7月18号 杜润生90岁生日 大家在曾经起草过中央一号文件的 京西宾馆相聚 杜润生说 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 可喜的是 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 但没有出过一个腐败分子 杜润生特别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 已经成为九号院常态化的一种工作状态 在杜润那个外屋 我们那时候去参加 刚开始参加都能给吓了一跳 大家说起来 那个发言的脸红果 吵起来 你觉得会不会打起来 当时争论的问题五花八门 包括小商小贩允不允许出现 长途贩运算不算投机倒把 专业户个体户雇工怎么算 有的你觉得讨论的 现在看来有时候都可能很滑稽的 要找经典 引经据典 但是这个角度不同了 对粮食 粮食政策 比如粮食 自己到底要到什么程度 就刚才说 是不是我多进口一些 索性把自己率降低一些 还是你就应该能自己 能有自己率 能有多高就多高 不惜代价 回忆起当年九号院的工作氛围 满年的杜润生依然坚持说 许多好的思路 都是在争论和争吵中 逐渐清晰起来的 所以年轻人之间争论 杜润生从来不介入 就让他们去吵 让他们吵个勾 他的一个特别习惯 就是大家都在这 都在这吵得脸红脖子出 他就站起来 他就自己在那走 其实他都在听 杜润生几乎没有急言力色过 从不批评人 也很少表扬人 却常爱唱反调 面对赞成 他会提反对意见 如果反对 他又说赞成 从来杜润不定调 就听你们各个组 你们常开始说 不同的年老的年轻的 都是有的经典的时候 我看他们在那里记忆 精彩之处在哪 最后都总结 他能把你们所有的精华 经典的东西 全都改过出来 而且按他的思路 他开始听的时候 他们没思路 听你们过程完了 他思路就传出来了 而且很完整 很多人就说杜润那后来形成那篇东西 你要整理 不用稍微改动几个字 素季的话 就是很漂亮的 有一年 杜润生过生日 孟永熙为他写了一副对联 有办法是旗舰驱同 无山头却门声遍布 再多的分歧 在杜润生那都能最终达成共识 他经常有时候就习惯 比如说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们是抽烟的嘛 他就从我们手上拿过一支烟 就往那里闻 闻那个烟的香味 但他不抽烟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也抽过 但是他当时不抽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杜润生退休后 曾去广州看望下海经商的翁永熙 一天晚上 师生二人散步至一个低厅门口 里面一个大厅 人不多 能唱能跳 杜润生唱了一首潇洒走一回 唱完后还没尽兴 又随歌起舞 只是舞步有些特别 这一年杜润生已经年过八许 杜润生从来不抗拒新鲜事物 第一次使用手机时 快九十岁的他笑着打给 就坐在他身边的张牧生 杜润生从来不抗拒新鲜事物 每一次开会 农业部当时有一个老的副部长 叫李悠久 坚决反对 包团倒股 人民公社康庄大道 包团倒股走回头路 每次重大问题讨论 必请李悠久到场 这点做 他不是个胸 不仅是个胸怀 因为任何一种意见 哪怕是反对 都包含着某些正确的成分 他让他把所有正确成分都吸入 没关系 已经是个胸态了 不仅是个胸态达 不仅是个胸态达 哪怕是真正确的 不仅是个胸态达 不仅是个胸态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杜润生带领他的团队面对阻力与困扰 提供的一系列充满智慧的解决方案 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 九号院一批青年学者如何脱颖而出呢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 九号院往事第二集 改革四君子 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秦档》 在《秦档》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